舅妈今天去哪里 无杂可贵 我也不知道 今天等一下我们去买一个中央公鸟 因为装修那里 给我打电话说要先买 他们要先装 昨天晚上 他们换餐该工装店 昨天晚上 我也不知道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然后他今天已经在拆开墙了 就已经拉装上去了 所以我要先买一个中央公鸟 给他装上的 那时候要 运留位置啊 装掉顶 买一个中央公鸟的客气 不知道没买过 去看一下 然后买完我们去永安 带你们去实现金局自由 介绍帅哥给你们认识啊 我感觉我在这里说话不硬气 小妹可能有点高 买实弹的就可以了 经济实用的啊 我看一下这样的速度 就是因为我们正常通常在运转 到那个灰尘都度着在上面 然后我们停止后要反转 要把那个灰尘都吹掉 然后这才找到一个清洁的功能 我感觉装修啊真的是 每一步都要花钱 没有 一把沙子都要花钱 那是 来后面肯定还要要去 反正肯定是抄一算了 反正做好负债的准备 做好价格的准备 怎么发现马上锁了 这个车我感觉有问题 刚刚我表妹跟我说她的婚礼提前了 又提前了 不是过完年之后吗 她让我们上去过年 上去过年 嗯 她叫我开车上去 带我奶奶啊 我叔啊 我扶他们上去 然后 她问我有多少个位置 我这个我早预留啊 我说现在老谭的情况 他们也还不知道 所以我也不懂 年前老谭能不能 确实能不能回来 我也不好意思说 因为之前就已经跟老谭说好了 我们俩一眼开一个车过去 给她长点面子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 那她结婚定在哪一天呢 那月二十九 那是吧 那月二十九 就是三月几号 现在是一月是二月 二月二月几号 就是年前吧 那又是九的话 那是不是年三十前一天 应该是吧 嗯 她说如果要我自己开车 过去一千多公里 虽然她说报销 但是好累人的 我叔吧 驾驶证又被吊销了 那也随便会开车 她不是被吊销 她是被罚了 然后又重新去考 然后又不去考 没有了 没有了 就只有我 还有老谭 老谭问题是你说如果她出来 你们一眼看一亮 还不是一个人看 嗯 也是哦 这个东西 糟糕 请个代价司机啊 去不去啊 我表面就问我 去不去 去他们要订票 订房间 要预留资金出来 还给我稳定酒店啊什么的 要给我稳定酒店啊什么的 他们那边应该是大半吧 他们那边应该是大半吧 到底能不能跟我一起去 我想的是她要跟我一起去的 预算都是这样子的 现在问题是她到底能不能跟我一起去 你觉得 我不懂啊 现在要过两天才知道啊 要等一个月 不是过两天 反正一个月 有点难熬啊 她难熬 我们不难熬 哈哈哈哈哈哈 她这个叫顺气气的 就知道了 不管她了 现在我们出发永安吧 剩下的以后再说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高级